原住民是個破口 立法院更是個大破口啊 只是交朋友 現在手段越來越柔軟了 懷柔手段 溫水煮蛙 甚至他們自己去了還能說 哎呀 中國終算找到對的方法了 我們都知道這些是認知作戰 但是我們的國人都不怕 那我覺得國安局 你們掌握最多最多最多的情資 都在你們的手上 要揭露啊 要反手圍攻啊 他就跟詐騙一樣啊 手法越來越多元 越來越讓你渾然不知 有人有在質詢提到說 原住民被滲透嗎 就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OK 好 其實這個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那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其實在我們的中國 不論是國台辦或省台辦 其實很顯而易見的 都有所謂的一個所謂的統戰的一個經費 對台的經費 那這個經費呢 當然就是要用 用在對的目標 那我只是提到說 過去我們這種招待旅遊的方式 以前呢可能是不限年齡 那很多都是老人家去 但是近幾年國安也證實 他已經慢慢的轉移向所謂的年輕人 那特別是像我們的原親 很多現在都前往 但是呢他的方向也有一點改變 像以前可能過去的時候 要先上個課 然後帶你到一些所謂的一個模範區 可是現在呢其實不一樣了 現在去呢就是跟你交朋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國與國之間 本來就是一個所謂的工坊 那我們只是說人家有所謂的一些統戰的策略 那我們自己要如何因應 然後強化自己的體制 我想這是民主國家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我是山地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那麼我相當關心國家的安全問題 當然我也很關心 我們原住民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先找幾個新聞 我唸一下關鍵字 你聽聽看 有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交流協會 收受廣西台辦 現金資助 免費旅遊招待 競選後援會 網路宣傳 拉票 委託 指示 贊助 支付獎金 匯入銀行帳戶 回報競選進度 討論選戰策略規劃 甚至是看到判刑才五個月四個月一顆法金緩刑五年喔 局長 中國戒選 看起來已經是明確的事實對吧 對 我們掌握到多少 我們從去年到現在國安單位查辦的這些有關共諜包括戒選的案件應該有八十幾件 那判刑的結果 起訴的大概應該有四十幾件 那您覺得如何 你們很辛苦收集情資 然後每次送給檢調到了法院 那我們的反滲透法 看起來很像是塑膠喔 對 就目前的法律條文的規範來講 我們當然必須在情報的部分喔 來支援檢調單位來查查相關的案件 盡量來鞏固那個法律要件 那讓這些案件送到檢方跟院方比較容易的案 我這樣提出來就是希望國安局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破口啊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 那為什麼進來了 其實在我們的立法院我講一句實在話 大家也都實有所聞也是不爭的事實 許多的助理也都會講出來 太多太多的辦公室 從以前到現在 都能夠接得到國台辦的電話 省台辦的電話 有時候會問說 哎呀好久沒來啦 什麼時候帶人來啊 甚至他們說哎呀 因為統戰的經費很多啊 花不完要和銷啊 這也都是不爭的事實對吧 對 就相關的一個兩岸的互動 我剛才跟其他委員講 正常的交流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只要涉及到這種滲透的 有違反到反滲透法 所謂的發展組織的 戒選的 或是來善禍影響公共安全秩序的 我們都有掌握 對這個部分的要態 我們會一直來持續關注 因為我們也覺得 原住民是個破口 立法院更是個大破口啊 因為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新聞報導 現在可能也都利用原住民的議題 來去包裹 那像這個之前引起公門團體抗議 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因素 那我是要提到是說 現在那個落地招待啊 已經變了 我們地方的人都說 哎呦怎麼那個大陸那邊 都沒有喜歡我們老人了 都要年輕人了 他現在去郊在原青 對 對 那你看看 兩萬四千八新疆九天 一般旅行社一模一樣的行程 要六萬三千九百起 那我也知道說 有很多校園統戰團 有做相關系列報導 那這些去的年輕人回來呢 都說 哦 只是交朋友 現在手段越來越柔軟了 懷柔手段 溫水煮蛙 甚至他們自己去了還能說 哎呀中國總算找到對的方法了 我在這邊只是要講 我們都覺得好像 這一些其實很嚴重的影響我們的國安 但我們總覺得很多人都在抱怨 好像怎麼做都沒事 怎麼做都沒事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子講 我舉個例子 像是日本 或者是美國 他們都在擔憂一件事情 因為中資中國買了好多土地啊 甚至是美國有66%的美國民意 他們是希望能禁止 中國在他們美國買土地 局長我要跟你講 這些年輕人假設 他回來他的個資 他當人頭 我們現在有禁法補償對不對 這個禁法補償借名登記 還看不出誰買 也在日本買地 在美國買地還看得出來哦 我們這個元寶地是要借人頭的 你們有沒有查過 有多少被中資買走 他們會不會買一些軍事 像您知不知道 連我們的關鍵設施 都有可能被滲透耶 他們有交流耶 國安局有掌握嗎 有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是希望說 我們都知道這些是認知作戰 但是我們的國人都不怕 那我覺得國安局 你們掌握最多最多最多的情資 都在你們的手上 要揭露啊 有有 要反手圍攻啊 有有有 這部分 他就跟詐騙一樣啊 手法越來越多元 越來越讓你渾然不知 好 那我們很希望說 國安局這個部分 能夠有更積極的做法 要不然我們快要沒有信心了 大家都知道這些事情都存在 但是從來沒有人因為這件事 受到什麼嚴重的懲罰或揭露 都沒有 好 好不好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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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